前些時候上傳的簡單理解武田一組的影片 因為有些謬誤啊 所以我要做些更正 主要是我資料查詢和整理時的不急 導致會有一些物質 以至於將武田這個描字和信式和回憾 以及真理谷諾霞 武田的一些資料也會補充給各位 而首先我要感謝給我提點的第一位是 FB社群上歷史社團的好友 及駐有大作之風時代的作者 提點 還有巴哈信也版上的 反友FAUST66的資料補充 武田家的來頭可不小 和長肉佐々一樣 同樣有元氏一族的血脈 而家妃武田他的祖輩細致 500年前的第二代聯昌幕府將軍 元奈義的惡奶元逸光的族系 然而像是今日要講的落霞文 上中五年 家妃武田 安逸武田 全是出自元逸光的族系 以上這些他們都是有血緣關係的 不得不佩服 古人的生育能力實在真低猛嘛 雖然這是好幾代累積下來 所以武田是其實嚴格來說也難言 元氏自取的 只是當時有很多元氏 如果都叫元XX 那就超容易搞磨 所以就衍生出武田這個苗子的非性質 至於苗子呢 今天的這部主題主要是在講武田 如果再加一個苗子下去 影片內容可能又會拉大很多 所以下一步或下下步 或許我們可以來看看苗子 在日本的地位 至於除了賈培武田家 當然還有其他幾隻 就是一一列舉重要的幾隻吧 這邊上一部影片有一些錯誤 我就來給大家看看我改了什麼 首先呢 武田家的資主有 尤川氏、穴山氏 還有嚴守氏、正耕氏 當然不只這四隻 還有其他的幾隻 而至於之前的人科氏 在前些陣子那部影片 不小心在那房門的意思 其實不對的 人科家的家族和元氏 算比較沒相關 甚至平時的人物 我查到的資料是怎樣 而人科是之後 武田姓全將補蠻 人科武田盛行 或許是人科家 兩家變成我們的陰莖 因此才有 人科盛行 再來我要列舉的比較知名的有 諾霞武田家 諾霞武田家在哪呢 在月前國的隔壁 近江國的北部 代表人物有武田原民 武田益同等等 簡單介紹一下 洛霞武田家吧 坦白說 洛霞武田在洪志年間至天 湧入年間 非常混亂 最後還被朝商家趁勢 而入牆寫病房 大概敘述一下吧 在洪志二年1556年 洛霞武田家 第七代當主 武田姓佛與長子益同 正位的繼承 正位的家都正在鬥 而一統也找到了 自家重臣立烏家與一劍家的職業 於是不只想停車爆發內戰 雖然有一度在晉江六腳家的調停之下 有暫時停戰 而信封也隱居 當時隔壁的強領 曹昌家也慢慢進兵 先是一個獨自一統制 全民借此的秦功 洛霞 但壓卡最後一根稻草的來了 武田一統卻在1567年病逝 因而曹昌家便借機平定內亂 順便將洛霞武田併通 大致上來看這就是洛霞武田的命運 後來在明治光秀的本能寺之邊 響應了光秀 可是光秀失敗以後呢 我們的武田原民 就是武田一統之子 卻遭到殺害 真的是有夠衰小 整個洛霞武田家就這樣沒落 像關東的上總武田寺 安逸武田寺 兩隻則越往越後就沒落 像上總武田寺 甚至被滅 可以說武田這個家 感覺真的註定叫滅亡的 像上總武田寺 在天文年間的時候 長漢 扇桿上山 骨河卓立等家 聯合對抗北條 像北條家你也知道 四鋒三代 歷經瀟雄早 雄越士康 像魔獅子 北條士康 的治理下已經勞不可破 不管是四鋒時代 古河竹地 在聯合上總武田寺等 關東領主發起的 國府 台河戰 還是俄後四鋒時代的 和越義之戰 都讓北條家輕易的消滅 關東各個民們 再來是安逸武田家 安逸家的代表人物呢 是安國是惠球 本名應該是武田 他的祖先名為武田元凡 因為大內家的關係 而遭到小美 後來投靠了毛利家 在之後都擔當毛利家的重要外交人 像北京高松城之戰 和中治和秀吉交涉的人物 就是他安國是惠球 還有官員之戰領導毛利軍 擔當監視的身份呢 也是他安國是惠球 他好像就是他 與毛利秀包一起 出征到桃佩山附近 形成一個鶴翼之戰 這邊我就先不多講 而他的祖父武田元凡之域 元舊交戰中 不信贊子 友田鍾錦手之戰